休斯顿火箭这个演员还是相当完美的 球队在失去阿里扎和巴默特的情况下 还能以400万美元拿下詹姆斯文明斯和卡梅隆安多尼真可谓是血传 因为前者相加需要借2000万年薪 而后者所花费的金钱才五分之一 其实相比上赛季火箭三号位的实力是得到了提升的 榜首先不太主要还是要看见赛季具体状况如何 但进攻确实是实打实的提升 因为34岁安东尼再不济也是一位巨星 新日的进攻万花筒 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火箭从帕森斯离开休斯顿之后 一直就缺少一位可以持球的锋线 而现在想拿总冠军的球队 哪一支没有一位强悍锋线作证呢 而且安东尼的加盟还不算完 就在今日火箭又迎来一个好消息 就有一位锋线渴望加盟修斯顿 他就是亚历山德罗珍迪来 继美国媒体NVCOLS报道 意大利顶尖侧义珍迪来 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声明 自己一定会参加火箭新赛季的训练营 他渴望入住休斯顿 在2014年的选秀大会上 珍迪来在第53顺位被森林郎摘走 随后他的NBA球队签约全被交易至火箭 但在这四年的时间里 珍迪来确实只为和火箭牵拼 说白了就是瞧不上前几年的火箭 但上次这些火箭已经名声大阵 他们差点就将勇士埋进坟墓 这样的恐怖实力 珍迪来当然想来助助威 而且珍迪来是火箭主教练 德安东尼的狂热粉丝 他喜欢火箭自由出手的体系 那珍迪来能为火箭带来什么呢 他身高2.04米 体重106公斤 上赛季在波罗尼亚 场均驻站29.2分钟 可以得到16.5分6.2蓝板3.4助攻1.1场段 从身材中我们就看出 这又是一位技股肥大 拥有巨臀的球员和火箭无缝连接 珍迪来可以从2号位打到4号位 和火箭的PJ坦克球风相似 都是肉坦克 也就是说火箭可以安排珍迪来去打3号位 也可以让他去打小球的4号位或者5号位 他的身材都可以上任这些位置 而且珍迪来的身体素质 在欧洲球员中也属于另类 因为他的打法凶悍 脾气又很暴躁 非常喜欢裤短 只要队友受欺负 他都会为了队友而出手 引爆力解决问题 同时珍迪来和坦克不一样的是 他的投篮能力更强 特别是中头上非常精准是他的最强杀招 年轻时被誉为中头亮仔 只是在三分球上属于一般水准 那在火箭的话或许可以练出来 看看上赛季坦克比较三分有多精准 26岁的珍迪来也有办法向坦克看齐 不过珍迪来更多的是补位 哪里有缺少哪里补 最好就是把珍迪来放在4-5号位上打小球使用 他和坦克的死亡五套 足以为射对手篮下 火箭可以摆出这么一套无小阵容 保罗加哈登加安东尼加坦克加神帝来的五套组合 真可爱是防守着的噩梦